他说的这种饭 比如说跟朋友在一起吃饭 是大家就快乐 是吧 但是实际上 当咱们说饭局这个词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网上一看 我才发现这的全是人情世故 这是一种 这是个战场 因为很多专业术语 我头头一回听说 你知道吗 就说一个饭局 有局主 就是什么 局主 还有局精 还有局托 比如说这个局主 就是今天你是我们主要的标的 今天就是要把你搞定 你坐在主位上 你这就叫局主 局主知道自己是局主吗 有可能知道 有可能不知道 然后这个局托是专门请来的 这局托专门就是这个什么 调解气氛 查课打魂 又能喝酒 把气氛弄开心了 对吧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局精 局精就是局托的局托 它还有很复杂的系统 它负责补漏 就补这个局托的漏 最后还有局奴 局奴就是来买单的 这局奴 这个好 这个好 我想想我如果当过多少回局奴 这就是工作饭局 对 就是饭局其实有很多种 就比方说 还有相亲饭局 比如说 相亲 对 这个叫 对 有各种工作饭局 地域不同 饭局也不同 上海饭局和北京饭局 完全不一样 是 上海 不一样 上海的饭局 比如说我去上海 我想通过您找道长 吃顿饭 那你肯定当时说 我问一问 然后问问他 然后说哪天有时间 然后这个就成了 当场不会答应你 对 北京的饭局是这样的 他不让拍这个麦吗 就是 闻到我熟啊 昨天我还跟他在一起 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上海 哈哈哈哈哈哈 他叫他立刻来 你来吧 来吧 对 来了 发现 哎呦 今天太不巧了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局 要不然咱们要迟到三点钟以后 他能参加 哈哈哈哈 他明天 太像了 第二天 第二天发现 还没来 说今天他他病了 哈哈哈 确实不能来 他说说你还能再等一天吗 再等一天 我我我肯定跟你约来 那第三天 忙着一坐 哎 两位闹多傻呀 你为什么要跟他去 哈哈哈哈 这就是北京的 哎呀 这个这个就 微妙微笑 微妙微笑 哎 你这个我还见过一种 就是 呃 这么这么一饭局 经常就是有这个 呃 你开始我没弄明白 然后我一拿起电话 那边就也是一个半熟不熟的朋友 是吧 那 在纽约呢 我说我没在纽约 我有一天就不接这类电话 在纽约呢 哎 这这最近我认识一个特有才艺美女 哎呀 她可以上你节目啊 哎 你不是上次还让我给你推荐吗 哎 什么呢 来 等你明天过来啊 你说我根本不是他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 就是表演 就在我隔壁 就在我隔壁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有时候就说哎 你跟他说两句 你跟他说两句 对对对对 哎呀你好啊 小脑子 哈哈哈哈 哇 你就知道他那边骗姑娘了 是吧 哈哈哈哈 但是你觉得这东西 哎 你笑成这样 哈哈 亲身经历 是吧 亲身经历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梁文道 我想问一下你们都下载了优酷ML 赶紧下载 你下载了优酷APP之后 就可以来看我们的看理想制频道 要订阅 你来看看理想 我来看美女 多好 我在优酷和你一起 优酷世界都在看 这世界很酷